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约翰一书二章的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题目是道与圣灵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四节 论到你们勿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 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 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 也必住在父里面 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 我将这些话就要写给你们 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长存在你们心里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 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约翰写信要信徒们不要爱世界 乃是要爱父 并且要战胜那恶者 这样才能认识那从起初到永久的 要能够真正认识他 就要克服各样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这样我们才能胜过世界 不随着这世界上的潮流 而随波逐流 确实我们若看今天的众人 差不多种种的行为都透露出 世人都是被情欲所捆绑引领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是要如何的胜过种种情欲纠缠 又能够生在这个世界中 却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呢 这可能会容易吗 空含几句口号实在是不行的 是的确实是不容易的 你以为只要在理性上知道了 再靠意志靠忍耐就能够胜过这世界吗 如果是如此 那千百年来有这么多智者 教育学者 道德家 不就早就为人们找到一条道路了吗 让我们可以胜过世界了 而基督教若是没有更好 而又可以实行的办法 那也只不过是空谈而已 那有没有可行的办法呢 还真的有哦 约翰在这里就告诉信徒们 不要忘记这个可行的办法 要牢牢抓住 那是什么办法呢 约翰在这里就用隐喻的方式 并不是明说 让那些隐诱信徒的人不能见缝插针 他所说的就是 你们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 长存在心里 而这些听见的是什么呢 这是指律法 还是指什么呢 约翰这样写 就是为了要让信徒能够明白 而外人 却又不能随便看两句 就批评的告诫 懂得的就懂 不懂的就不要随便乱说 约翰指的就是 耶稣基督的教训 这些在福音里面都记载了 你听过了就知道了 而且听过了以后还要牢牢的存记在心里 这样就够了吗 这样就够了 约翰说 这样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 也必住在父里面 这岂不是应许人将会可以与神同在吗 那在下一节又说明 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 这就是告诉我们 若是能够照样遵行牢记主所传的道 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永生 这个方法可行倒是可行 但是会不会有用呢 以哲学家的眼光来看 人心里的知识并不一定能够影响到他的外在行为 更是无法改变人的生命 所以没有什么知识和记忆 就能够让人从必死的生命转化到永远的生命 但是不要着急 主除了给人教训之外 也给人恩高 教训如今我们可以借着读经就得着了 而这个恩高 它是可以教训我们的 并且是在凡事上都可以教训我们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 在我们遇见种种事物时 这个恩高可以提醒我们 教训我们 及时地帮助我们战胜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恩高 对了 这个恩高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圣灵宝慧师 约翰另外在约翰福音中记载了主自己的话 他说 但宝慧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拆而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这是约翰福音14章26节 而且你看约翰所书写的方法 他说 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高 长存在你们心里 他不是仅仅说 这个神秘的恩高 确实很有帮助 像帮助我这样 那你们若没有得着这个恩高 要赶快的向上追求 祷告 不是的 他是很确定他的读者 每一个人都从主那里领受到这个恩高了 如果写的人与受信的人没有这种共同经历的话 他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写的 所以有了主的教训又有了圣灵 那确实是可以随时提醒我们各种教训的保惠师和帮助者 有了这些 那么基督教就不再只是空谈一些道理 规条 而是变得确确实实可行 而又有实际效果的帮助系统 愿神带领和帮助每一个人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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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